23号15时许,北京延庆区八大陵野生动物园内发生一起老虎伤人失截,只一死一伤。 我们先来看一下当天园区的艰苦视频。 执行者吴女士称,老虎一张嘴就咬住了年轻女子的肩膀,一路往草丛里转。 老虎劲多大呀,那女的完全没法挣扎,一路哀嚎着被拖走。 一年长一些的女子下来想救年轻女子,但就在这时,另外一只老虎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, 一下咬住年长女子的脖子,用爪子巴掌,几下就把她咬死了,身上全是鞋。 动物园一工作人员表示,两人被咬后,一人当场死亡,一人重伤。 事发后,园区暂停营业。 北京警方表示,此事正在调查中。 赵女士由于长时间开车比较累,同时为了让平时少有机会开车的爱人多练习, 她就和丈夫交换了座位,由爱人来开车。 因为刚入园的时候是我开的车,然后我们也看到了确实它有标志,这些都是有标志的。 我们也知道就是不能下车,我们也确实没有下车。 然后紧接着以后,大约是,大致好像也是到了一个狼远还是野猪林。 这些也都是不能下车的,我们也都知道的。 一直走到了有一个就是类似于休闲区的地方了。 然后大家也在就是投喂动物了,在那边观赏动物,还有拍照的了。 所以那个时候,我们都知道那里应该是安全的。 所以我们就下了车。 当时是在那里,我跟我爱人完成了第一次的就是交换座位。 此次事故造成赵女士重伤,母亲周女士死亡。 经鉴定,周女士死亡原因为创伤性,失血性休克。 赵女士说,从7月23日下午3点多事故发生,到被送到医院, 正式救治时间为晚间7点多,而开始给她动手术,则是在晚间10点左右。 赵女士称,自己的腰部、面部、脊椎等多部位受伤,之后还会进行一些整容等后期治疗。 此事对家人的伤害是不可逆的。 赵女士称,自己是在8月15日出院三四天后,才在网上得知母亲的死讯。 自己的孩子也看到了事发纳目,对老虎产生了心理阴影,还经常说会想外婆。 对于网上的吵架论,赵女士称完全是捏造。 自己是带着对生活的美好憧憬,6月份才和孩子一起来北京与丈夫团聚的。 感情要不好,为什么还要一起去动物园? 目前,赵女士正在家中养伤,基本能自由活动。 而赵女士的父亲一直在处理和动物园的协商事宜。 赵先生表示,对于死者双方协定定损124.5万,达成一致。 对于伤者,家属提出定损150余万,但动物园只认可74.5万。 接着10月12日,双方也未达成一致。 与严庆法院相关人士介绍,赵女士的父亲及其委托代理人到严庆法院, 以巴达岭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侵害周某生命权,侵害赵某健康权为由申请立案。 经审查,两案均符合立案条件。 严庆法院已与当日正式受理两案。 2016年11月22日,巴达岭老虎伤人事故家属来到严庆法院,正式在严庆法院提交申请, 并且向北京高院提出指定管辖,希望由非严庆区法院审理此案。 当天下午三点,赵女士的父亲来到严庆人民法院, 他带了两份指定申请书,一份申请是赵女士本人, 另一份申请是赵女士的父亲、外公以及赵女士本人。 赵女士的父亲表示,截止目前,动物园没有联系过家属, 他们上午已经向严庆法院提交了两份民事起诉书, 目前法院正式立案。 作为一个成员人,在不该瞎扯的地方,瞎扯了, 纵然你有请条理由,万条理由,你在不该瞎扯的地方,你瞎扯了, 对于这个事故的造成,你是有责任的, 对于这个责任,我们勇于承担,我们也不回避。 我们承担的责任,更允许在经营管理上所应该承担的重大的责任, 是不能等的。 那说的内容就是那个嘛,承信实施嘛, 就是通过法庭庭宣,承信实施嘛, 这个还与私事的政策, 还与我们受害犯假说,这个的话,一个贡品吧, 这是第一点。 第二个,你动物园,你该承担的责任,你要承担, 对吧,到底你动物园在这一次事情中, 应该承担多少的责任,应该给予什么样的一个赔偿, 是吧,这个,我想, 通过这个诉讼程序来解决这个事情。 赵女士的父亲在起诉书里表示, 严庆区政府地方保护倾向明显, 严庆区人民法院会因行政干预, 而难以保证本案公平公正审理。 在起诉书中,赵女士指出, 在巴达岭野生动物园没有有效救助的情况下, 没有法定救助义务的母亲下车施救, 其性质应属于见义勇为, 巴达岭野生动物园应全部承担母亲死亡的赔偿, 而对此, 巴达岭野生动物园方面认为, 法律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